同志们下个月能吃肉还是吃面就看明天了 因为明天是美国公布他们第二季度GDP的日子 现在全球的金融机构都在按兵不动就等着明天的情况 因为根据机构的测算 这一次美国的GDP预计会出现32%到36%的下跌 历史上最惨的陈济丹已经板上钉钉了 此时此刻全世界的金融大佬们都在等 等着看明天最终的结果 究竟是好于预期还是会更差 如果好于预期那没问题 全世界都可以正式开始展望未来 期待经济复苏了 但如果情况更糟糕 比如突然来个负的40% 那市场信心就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复苏的预期不得不再次延后 恩哥不得不吐槽一句 现在美国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一块心病 因为他们对疫情的控制不利 导致很多依赖美国进出口 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 都被迫推后了经济复苏的进度 比如说英国 德国 日本都在集体抱怨 说美国阻碍他们经济复苏的脚步 同志们 恩哥现在最想看到的 就是闲在全球经济头上的风险 能够尽快解除 让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 尽快回到正轨 那样的环境 对我们中国才是最有利的 因为过去40多年的成绩 已经说明了 搞经济 中国人民 真的很擅长 这次完 明日老美出成绩 牵动全球大经济 盼望早日 除新病 复苏重启 更有利 好了 我是恩哥 赶紧乘车